欢迎订阅 数据库的健康检查和报表的问题 那么这一点也是一些DB经常刚开始如门学DB的人比较为难的地方 实际上这玩意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的公司里面都有这种模板 对吧 你只需要把那个模板拿着之后来照到 把这个当中的数据找出来 然后把它给填进去就好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种东西 因为呢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东西比较简单呢 因为我们以前做项目的时候 我在2000年到2002年做项目的时候 搞这个系统巡检 或者是数据库巡检的时候 经常都是这样的 对吧 直接就是一个模板 对吧 模板拿出来 把相关的数据抠出来 然后直接那么一天 OK 一天出差就算完成了 出差就出去了 就去给别人检查 检查检查那样的 对吧 一会儿 比如说到云南去 一会儿跑到这个重庆去了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就去做一些这个 这个检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天天去出差 出差呢 当然有补助 对吧 有补助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出差的时候呢 并不是有多少东西 大部分时间都是 出差到某个地区 然后去玩一玩 然后呢 把这个巡检报告 对吧 然后呢 一起 OK 工作就算完成了 对吧 那么如果在巡检能够当中 碰到了有问题呢 那么可能 那么就需要解决问题 没有问题呢 那就高中无忧 是吧 安心耍你了去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检查和巡检呢 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活儿 对啊 有一般的公司都有固定的模式 你只需要拿到这份模板 然后呢 再根据需要来把资料填进去就好了 那么对于一般来说 我们做个巡检要检查一些什么呢 第一 主机的配置 对吧 比如说你的主机配得起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内层 对吧 硬检资源的这种环境 然后系统的配置 比如说你的什么系统 对吧 多少个 多少的内核等等 然后装的是ARC版本什么对吧 这些东西进行了检查 然后磁盘的使用率 空间的利用率检查一下 那么CPU的使用率 对吧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系统呢 如果你用的是尼尼操作系统呢 或者是Windows系统呢 或者是Unity系统呢 对吧 那么它这些布丁是否已经打到最新了 对吧 要知道尼尼操作系统 一样也有布丁需要打 如果没有打 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会 比方利用某一个漏洞来进行攻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给它检查出来 说这当中的这些布丁存在有安全隐患 建议打上布丁 对吧 当我们作为这个检查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是自己呢 在维护这个环境 那你肯定自己打就行了 如果说你是去给别人来检查 让他那边有人维护呢 那你就要处具这么一份 这个情况 说明就行了 他应该建议他打布丁 对不对 那么通道里ARCO的这个配置信息 对吧 配置信息的部分 那你要做一些检查 比如说ARCO当中的呢 这个环境呢 对吧 安装的母录啊 对吧 还有来这个版本呢 对吧 位数啊 然后来补丁的信息了 等等 对吧 那么数据文件的位置啊 对吧 表空间的信息啊 无效的对象啊 对吧 还有数据库的运行日词啊 里面的一些 有没有警告了 有没有warning的信息了 还有网络的 这个配置信息啊 对吧 还有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备份 恢复的信息啊 对吧 让我们的数据库的备份的方案 恢复的策略是什么 等等 还有我们的返回情况啊 等等 对吧 还有那么这个数据库里面的呢 其他的一些 什么命中率啊 对吧 等等 这些信息 那么通过一般的方式来把它检查出来 放到相关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空中文件应该存放多过 如果他没有存放多过 只放了一个 那么应该给他建议说 这个空中文件应该怎么样 分开存放呢 而且至少建议存放三个 对吧 这样应该给他提供一个建议 所以最后得到一个答案说 这种空中文件的配置呢 不合理 对吧 不合理 这就是你的答案 对吧 他的空中配置不合理 比如说日子文件也是一样 那么在进行检查的时候呢 我们说日子文件的一个组项 应该放多过 放多过 至少放两个 对吧 而且呢 最好是分开存放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样 你在检查日子组的时候 你发现 哦 他原来只有三个组 每个组下只有一个成员 所以你的答案是 日子文件呢 对吧 建议 建议 对吧 至少一个组下放两个成员 对吧 最好是分开存放 那么该配置信息呢 不太合理 对吧 所以直接就是说不合理 对吧 就完了 这就是我们一个答案了 所以呢 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注意库健康检查呢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出报表 是从方案 那方案 那么在这个检查的工具 哪些呢 在二个当中呢 比如我们的这个 远程证断 代理工具 RDA 对吧 就可以进行的系统数据的收集 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操作系统命令的对操作系统的数据进行收集 那么通过CKplus的命令呢 对我们的操作系统里面的这些数据进行收集 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Space Baker AW来出这个数据库的性能的资料的收集等等 对吧 这些来都是可以的 可以的 对吧 甚至呢 自己写一些脚本 那 收集数据库当中的一些常见的这个资料 那资料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收集的时候呢 对吧 就要根据实际情况了 那实际情况 比如 比如 我们写了这么一个脚本 对数据库里面的这个使用情况呢 做一个检查 对吧 那我们在比如说我要检查我们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个数据文件的信息 对吧 那我们再写个脚本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检查它 对吧 所以我们要找数据员的位置和路径 我们就可以写这么一个脚本 来查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LAME 对 LAME 那么 sttls 写到enadled 然后呢 from the vdatafile 对吧 就可以找到这些信息了 对不对 啊 就可以找嘛 但是这个结果呢 你可能看起来就不什么好看 对吧 不什么好看 他说呢 我把它给保存到一个文本里面 我们的spot出来 比如说呢 tmp文下的这个db.tst 那再进行的这个查询 就在spot o5回来 对吧 这样再去打开这个文件的看的时候呢 对吧 我们在db.tst 里面看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这个信息 对吧 这样呢 你说看到不是一个行 是吧 那你可以把这个脚本呢 再改良 对吧 改良 比如说呢 我们再进行这个查询的时候呢 把这个 列的 列的 Fore一下 A510吧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查询 这样就让它显示到一行了 对不对 那这样我们再把它spot出来 对吧 tmp目楼下的 就还叫db吧 然后再spot了 o5回来 这样我们再去看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可能就要稍微好看一点点了 是吧 稍微好看一点点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啊 你发现呢 哎 又稍微好看一点点 对啊 没错 但是呢 如果把得到了 更好看到的一些东西呢 比如说把它整成了这个HMR文件 对吧 我们可以再加东西 对吧 比如说我们把它整成HMR文件 比如说我们这样 执行一个 让它打HMR的模式打开 对吧 让我们set一下 这个name Fore A510 让它打COL Lem Fore A510 然后再来spot 比如tmp目标签的 db.html REP 然后再来执行我们的查询 Lem 下再来 sttus 下的 NAPLED 然后我们的这个VDL呢 给它 COL 然后再这个spot呢 后五回来 对吧 再推出 这时候我们再去呢 打开呢 这个文件来看呢 就可能好看多了 对吧 看多了 我们的打开了 吩咐 部里下 cb.html 那这样就出了一个HTML的报表 是吧 HTML的报表 你可能看起来这个表会看多了 这些呢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健康检查 是吧 健康检查 第四呢 一些方式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公司里面一般健康检查都有模板 你只需要把这个数据找到之后呢 把这个图呢 放到你的相关的这个文档里面去就好了 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RT里面呢 老外给你写了一个呢 比较好的健康检查脚本 你可以这样的运行 老外写的一个健康检查脚本呢 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这个当然检查的东西呢 你可能在使用的过程中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去改一下 那么这个健康检查脚本呢 让我们来执行一下 BBA呢 下到这个快到了实际吧 首先叫这个脚本 那么这个脚本呢 执行完了之后呢 执行完了之后呢 就会在你的这个目录下来 生成一个结果 生成一个结果 叫做我们说呢 BBA的这么一个脚本 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 那这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方式来打开来看一看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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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目部写的rcode下面的 这个呢cda下面的 打开这个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呢 就是我们的整的一个模板 rcode的脑外写这个模板 这张东西可以随便点哪个地方去看的 你想点哪个都可以 对吧 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信息 那么在下面就有所有的信息的叠举出来 报表的头部 这是主机配置信息的部分 主机配置部分的信息 对吧 然后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版本的信息 版本的信息 然后呢是一些呢 拖选的一些东西 对吧 然后呢再往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 数语库里面的一些注决的一些功能 就是说哪些功能呢在用哪些功能没有用 对吧 还有呢我们这个下面的呢 那个啊 一些新的状态的东西 对吧 还有呢这个 参数呢 什么玩意儿都有里面啊 这个呢 比较完整的东西 对吧 这种东西来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对吧 非常好看 只是说呢 对于我们的项目来说啊 它是不能用的 在项目当中呢 我们把这个玩意儿给给别人的话 别人多的两下头都大了 而且没得结论 对吧 所以不太现实 对吧 但是呢这个呢可以提供一个什么呢 一个实录 让大家呢 对吧 如果说你以后到一个公司里面去 一个模板都没有 对吧 那怎么去得到这么一种啊 这个健康检查的怎么一种方式 或者是这么一种模板文件出来 对吧 这就是一种方案了 对吧 这当中检查到所有的玩意儿的啊 所有的玩意儿全都有啊 全部都有 而且呢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呢 是吧 像啊 我们也可以写这么一种类似的脚本来做 是吧 像我这边啊 写了这么一个类似的脚本 是吧 就是一个脚本的问题 对吧 那把HM功能打开 然后呢 定义一些变量 生成一个报表的名字 下面呢 定义主机的运行情况 下面呢 一些对象的信息 这样就是你自己的查询语券 你想怎么写 应该给它写吧 把要导的功能 应该给它写进去 是吧 平行完了之后呢 是吧 你就可以来 怎么样呢 运行这个脚本 一样的也可以出一个报表 出一个报表 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 用我们这种脚本来出一个报表 出一个报表 也是可以的 是吧 这份文档 对吧 也是一个报表 也是一个报表 那么这个报表呢 就要简单点多了 简单多了 是吧 这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呢 来写这个报表 是吧 那么这个报表呢 前面就是我们的系统的运行时间 是吧 运行时间 下面呢是对象的一些信息 对象有效还是无效的 是吧 下面呢是实例呢 分区表啊等等 对吧 还有我们的undo啊 对吧 最大的区啊 对吧 还有我们的这个 其他launchbar的玩儿 对吧 对吧 等等 还有我们的这个当中的命中率啊 对吧 这个当中也有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命中率 对吧 对吧 Buffer开启的命中率 对吧 然后呢 Library开启的命中率 对吧 我们的这个 ZOO开启 对吧 然后呢 Header的redo 对吧 还有redo的空间的 分配的命中率 那我们的这些排序的信息 对吧 等等 除盘iO的信息 对吧 这些就是我简单写的一些东西要找的 那你要找更多的东西 一样的 根据实际情况 再去找就行了 对吧 再去找就行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健康检查 对吧 健康检查 那么这些脚本呢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改量 对吧 去改量 对吧 改量就好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脚本 对吧 脚本 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再去改量 你也可以得到这个答案 对吧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出报表的时候 为了得到一个数据库的性能数据的报表 我们可以直接运行AWR AWR 对啊 进行我们的RDDMS 下到我的命连 通过我们的AWR的RPT 复报表 对吧 促成HT门旅行就好了 不过一天的 从一开始到二结束 这个当中有一个快到了 在两次是系统之间进行了关闭的 关闭的 OK 我们再去把快到了收集一次 拿收集一次 OK 我们再创建一次快到了 创建完了 我们再来出报表 从二开始到三结束 报表的名字呢 就默认了 这样呢 可以出到一个来数据库里面的运行的性能数据的这么一种报表 那么这种报表呢 再看起来也挺好看的 是吧 而且呢很好 很好 AWRRPT 是吧 这是我们的数据库里面自带的这么一个工具 在RF实际里面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报表了 那么这个报表呢 当然呢 可以提供我们的数据库的性能优化和分析的一种方式 对吧 性能数据分析和优化的方式 那么这个报表也非常好的 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 对吧 那么这些有什么的AWR的报表 对吧 报表 那么我们经常呢 就要读这种报表呢 来对税库里面的这个性能呢 进行分析 从而来找到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所在 从而来在针对相关的问题来进行优化 对吧 优化 对吧 OK 这么说的这个报表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项目当中呢 项目当中一般呢 公司里面都有现成的模板 然后现成模板 比如说我们给你看一个公司里面的现成的模板的例子 对吧 那这就是一种公司的模板了 对吧 我们在看的时候呢 前面就是一些版本了修改记录了 分发者啊 对吧 等等 那么检查一下什么东西 整这么一个模板出来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现成的模板 然后呢 你要去找的时候呢 就把这些信息呢 挨在挨在我那边填 对吧 对吧 那么这个健康检查的目标是什么 检查的方法是什么 检查的范围是什么 对吧 下面呢 系统的这个背景 对吧 系统的环境是什么 对吧 系统的配置信息是什么 对吧 然后接着呢 再往下走 对吧 RQ的数据库的应用是什么 对吧 类型是怎么样的 那么硬件的配置信息 对吧 这些东西应该往下走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填表的东西而已 对吧 然后呢我们的CPU的利用率 对吧 通过VMState自己把它输出来 结果就好了 VMState自己输 对吧 然后呢 也可以通过什么呢 我们的内存的使用情况 也是一样的 对吧 内存使用情况 也是通过我们的相关的命令 把它导出来就行了 操作系统的命令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最后再得到一个结论 对吧 从上统计信息会看出 在怎么怎么样 这个当中呢 内存呢 可用呢 数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内存使用情况良好 没有实际的PIPO产生 那么这样 我们就认为它怎么样 内存没有问题 这就是一个答案 背出来 对吧 当然呢 在建议的时候呢 当然这个当中也可以 一些建议 对吧 那么另外就是数据库的配置部分 对吧 那到底数据库的版本是什么 对吧 这样安装的一些信息 对吧 参数文件的东西 对吧 然后数据库的参数怎么样 对吧 这些东西呢 应该要把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信息 都取出来 抠到里面来就完了 这就是一些模板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其他的相关的信息 应该要往下走 对吧 你要检查什么东西 应该要往下走 对吧 把东西呢 应该要全都给它 放到这种类似的文档当中来 对吧 那么这当中 比如说我们的 对吧 对参数文件呢 进行检查之后呢 建议呢 以下两个参数呢 应该进行调整 哪些参数要调整 对吧 或者是不需要调整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个答案 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哪些参数呢 应该改大呢 哪些参数应该改小 或者说哪些参数呢 应该怎么去组织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答案了 对不对 这就是最终的建议 通道理SGA的部分 对吧 以及密集中率的计算 对吧 等等 使用情况的计算 对吧 那么SGA的使用情况呢 最后一样的得到一个答案 对吧 看到SGA的这个够用还是不够用 对吧 那么SGA的管理方式呢 这种假如说它的管理方式呢 是采用我们的这个自动管理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答案 看到SGA的这个自动管理呢 好还是不好 可以的答案说好 对吧 或者说这个配置呢 比较获利等等 这样得到一个种情况 那么这种语言也不是乱写的 你要根据你的经验呢 或者说根据你的数据呢 去得到这个答案 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份数据之后 我都得不出来这个SGA够用还是不够用 那你还学什么 对吧 那你还玩什么检查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健康检查 一些模板 模板的通道理 比如说我们控制文件部分 检查完了之后得到答案 对吧 这个当中 为防止 这个控制文件的这个故障 我们应该来把控制文件分布在不同的资本上 分大荣誉数 像这当中呢 它的结果是没有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给它得到这么个答案 那么如果 如果我们去给它做群检完了之后 我们说了应该让它这样做 它没有做 以后如果它丢了的话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有一种什么呢 推脱责任的 这么一种问题 对吧 搞笑的东西了 实际上我们作为一种 DBA来说 在做完之后呢 别的那个公司也有DBA 对吧 我们给它做群检 剪完了之后我们说 这个东西有问题的 你应该怎么做 他不那么做 对吧 那以后说问题肯定是 不是我的事情 明白吧 但是你这个答案要得出来 你不能说我自此检查 数据已经放到哪了 放完了之后就完了 下面没得一个结论 那那个检查报告拿来干嘛 对吧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要得到这么一个检查报告的模板 然后呢 自己再把数据填进去 最后得到自己的答案 对吧 这些呢 就是为了责任的划分 和避免呢 这个以后的扯皮的事情 对不对 OK 那么关于更多的内容 我就不用再往刚才翻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了 这种模板呢 到处都找得到 随便在进入哪个公司里面 那么TVS在搞技术支持的第三份公司 或者是在二口里面第三份公司 都有这种模板 对吧 而且不同公司的模板完全不一样 那不一样 所以呢 要怎么去用 怎么去写 你只需要来得到他公司的模板之后呢 然后根据他那个模板的东西 来把数据找出来 放进去就行了 最后再得到你的答案 把这个答案根据需要改一下就好了 比如说他的控制文件是活力分布的 而且是分开存放的 那么这次呢 你就跟他说 空中文件呢 对吧 这个分开存放 容预数呢 足够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对吧 那你下面再得到一句 对吧 应该关注呢 这个空中文件的大小 如果 这个空中文件大小呢 对吧 到了接近100兆呢 就应该呢 进行了减小空中文件的操作 对吧 你可以买个服务笔 为什么呢 以后呢 出现了空中文件太大的情况下呢 导致呢 这个出现了新的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空中文件太大了嘛 对吧 这个时候呢我给他买了个服务笔 那以后呢 我就可以 怎么样 我在前面检查 就跟你说了这个问题的 那如果你这个报告用 没写这句话的话 以后呢 出现了新的问题 对吧 那你在以前检查 为什么没跟我提出这个建议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就有一些什么呢 腿皮的事情 对吧 因为这涉及到什么呢 售后 服务费的问题 对吧 你态度好 或者说你得净职 那么别人给你钱 你就给他高兴 对吧 那如果你给别人搞了半天 对吧 你都给一段时间 就给他做个巡检 比如说你每一个月 或者每一周 都在给别人做巡检 剪完了之后呢 对吧 你的星期五去检查了 到了下周星期二 别人出去就出问题了 对吧 那出了问题了 你说哦 原来就他控制性太大了 导致出现了这个新的下降了 那你星期五的时候 为什么不够检查出来呢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啊 垂皮的事情 对吧 说明你自己呢 就要把这些东西呢 根据你的情况呢 公司的序体的情况呢 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 像我们这个 有一个小伙子啊 在我们的成都啊 也是以前呢 还是搞这个 啊 这个Windows管理的啊 后面跑去学这个 我们的全职班就业过程 去完了之后呢 在成都呢 又到了一家公司去 啊 开始回到他们公司去了啊 进去之后呢 又转到做地别 对吧 一天呢 就跑到到处去做巡检 对吧 就是我们他们公司里面 又经常的跟那个 这个税务局啊 对啊 交通啊 管理部门啊等等 还有到处出台 在我们这个啊 嗯 这个南方片区啊 到处出台 对吧 就去做巡检 对吧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就很好玩的 没做到难度 公司有模板 对吧 有模板 然后呢 把相关的数据抠出来 然后放进去就完了 所以非常简单 只是了 你只要得到 得到一个什么呢 下面的结论 对吧 比如我们把控制元件找出来之后 这控制元件没有分开存放 比如说 它的大小的到了什么时候呢 应该怎么去处理 那么这时候呢 你要得到一个答案 对吧 这些呢就是我们说 做巡检的 这么一个常规的思路了 对吧 那么这地方呢 给大家理了这么个头 对吧 以后在工作当中呢 以后做巡检 你不要觉得太难了 实际上它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啊 非常简单 啊 稍微懂一点点的人都会做 都会做 OK 那么关于我们数据库的健康检查 和巡检 我们就暂时所有的地方 当然了 在网上呢 你可以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支持点 对吧 包括一些模板 你可以去下 对吧 有兴趣的人呢 你可以再去学一学 对吧 那么一般进入到大公司里面呢 都有常规的模板 你直接看到就行了 因为你没做过这些毕业 有很多人心里是去的 是吧 哎呦 这个模板到底该怎么去写啊 那不要你去写 公司有现成的 除非你在公司里面 搞基础支持 刚开始做 从来都没做过这方面的礼物 他就没了这个模板 所以呢 可能你就要充足到我给他写一个模板 对吧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在网上随便借鉴一些模板 改一改 就可以得到自己公司的模板了 OK 那么这个巡检报告我们就说到这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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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